9月12号请的学生确诊之后不再全班停课 改成是以筛代格 9月13号台中市新增了939名学生确诊 相较新至上路前 9月8号是346名增加了将近有三倍 不少家长忧心着疫情扩大 那么有医师呢给出建议了 以筛代格可以依照年级来划分 建议有国小生的前一晚就做好快筛 以立校方后续的通报安排 指挥中心日前宣布9月12号起停课新至上路 用以筛代格的方式取代以往一人确诊全班停课 政策逐渐走向松绑 但家长不免忧心疫情再起 如果以筛代格的话 如果阴性其实有不确定因素嘛 它有潜伏器 所以这样我觉得疫情应该会再扩大 一定会担心说 尤其学校又是一个群聚的场所 那会不会小孩子送到那里 老师毕竟很难一见多一顾多面 另一方面有医师提出看法 以筛代格虽然保障学生受教权 但恐怕也造成防疫破口 根据教育局统计8月30号开学日当天 有114名学生确诊87班停课 9月8号新增346名确诊学生 652班停课 9月12号新知上路后 9月13号新增939名确诊学生 台中市诊所协会理事长增重方指出 以筛代格应该依照年纪有所划分 国小学生若是有相关症状 应该在当晚快筛回报 以立校方后续的联络通报 如果在国小里面我觉得要稍微有一点区隔 就是国小因为早上忙小孩子的事情 时间很紧迫 比较建立就是在前一天晚上 应该在10点之前 如果有症状的小朋友妈妈筛了 如果是阳性的时候 赶快通知我们的其他班上的家长 那这样通知家长的时候 家长就赶快在班上全部的同学 在家里筛一次 隔天早上他就可以出门上课 这样是比较安心 停课新知上路 家长就怕政策松绑藏有黑树不敢马虎 意识也指出到校园后 关键在于请洗手戴好口罩 尤其注意用餐时间不要交谈防止疫情扩散